第114集 卓文远的笑意便深了积蓄 低谋喝完杯中茶 看天色不早了 随意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 以自己是偷偷摸摸背着宋佳音来的 怕宋佳要是知道了 又要起风波为由 先行离去 带到卓文远的脚步走远 一直站在门口的连篇才进来 面色是掩盖不住的失望 长叹一声 动作野蛮地受着茶杯 不满地说道 真没想到 主公子竟是这种人 丧妻有些疲惫地靠在椅子上 抬手揉着头 闻声微微挑眉 哪种人 潜力忘义 落井下石 脸皮猛地一拍桌子 眼中燃烧着愤怒的小火苗 愤愤地说 算我看走了眼 他一直以为 他对小姐你情深义重 与连篇的激动对比 桑琪反倒很平静 只平淡地说了一句 并非情深义重 但也谈不上落井下石 只是从前一起走了很久的朋友 如今与你选择了不一样的路 严霸 突然领悟到了燕云芝从前对自己说的那句话里 蕴含的洞悉与无能为力 叹了句 人间事 多如此 连篇确实不懂 为何明明觉着那般有情的一个人 如今会与小姐走到这般田地 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接受 他皱着眉头收好茶杯后 凑到桑琪跟前 沉言道 你说 燕公子和颜公子会不会演 桑琪喝了口茶 还是那句平静地回答 不会 可是他们一直没露面 连篇虽然不忍心打击他 却还是担忧地提醒了一句 小姐 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真讽刺 别人都说 患难见真情 这回的大人突遭陷害 造成了一个辨识人心的好时机 好了 别瞎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有这个功夫 还不如帮我想想 怎么溜进天牢里去看父亲 桑琪无奈地在他腰间戳了戳 夏至已过 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早 仿佛只一瞬间 夜色变深了 桑琪中 女儿琢磨着 怎么才能见到父亲 天牢里 父亲也在琢磨着 如何才能见到女儿 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交代给他 戎马一生的大将军 脱下战甲与关袍 换上一身束缚 也难掩周身的凛冽苍茫之气 耳后的一道伤疤 记载的是过去的荣光 不知何时渐渐续起的长须 则在说明如今的辉煌不在 他用了大半辈子征战四方 一开始年轻气盛 求得也是功名 通过将敌人击溃 并使其一退再退 受人景仰敬畏 来获得个人成就的满足 那时候的他 很拼命也很贪婪 不知艳祖 一路披荆斩棘 带领桑家走向了 家族荣耀的最顶峰 而后 在鼎盛时期 遭受了皇室和其他家族的忌惮 可他还是不想停下脚步 只将女儿匆匆进线 作为交易的筹码 换取信任后 继续奔向战场 直到长女的死讯传来 妖女跟自己关系闹崩 他才惊讶地驻足回望 发现自己已经在这条路上 走得太远 失去的太多 感到懊悔的 他开始质问自己 是不是从前的想法错了 自己拿着战枪奋勇杀敌的时候 究竟是为了什么 只是为了享受人们崇拜的目光吗 享受敌人一听到他桑家的旗号 就闻风丧胆的恐惧 想了很久 他才明白 并不是 自己最得意的东西 不是战场上有多勇猛的战绩 让敌人流了多少血 抢回多少土地 而是浴血归来 看到女儿那张欣喜名利的笑颜 那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 最值得自己拿起长枪的理由 不是为了掠夺 而是为了守护 凡然醒悟后的桑薇 渐渐变了 变得不再那么贪恋战场 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了与西招 多年熬战后 带着小女儿 回到了洛京 她想尽自己的一切所能 让小女儿过得更好 让她像所有洛京的世家小姐一样 在安宁繁荣的都城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是 洛京并不平静 粉饰太平之下 杀鸡藏匿 暗流涌动 她又开始为了女儿加入了新的战场 不同的是 目的已经与从前大相径庭 然而 她一心一意 只为女儿未来的幸福着想的时候 却遗憾地发现 自己想给她的 不一定是她想要的 这个小女儿 就跟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 固执倔强 一意孤行 桑奇认准了的事情 别说石头牛拉不回来 就是撞上了南墙 怕是也不肯回头 只会把这堵墙打破 继续向前走 桑微不忍心破坏 这么多年才终于缓解的妇女关系 也不敢对她态度太强硬 只得游着她去 同时苦口婆心地劝劝 除此之外 还能怎么样呢 做一个好父亲 比做个好将军 难多了 想到这儿 桑微不由地无奈地笑了笑 感到有些口渴 傍晚时分 有内侍来给她送过晚饭 放在门口还一直没动过 桑微内心有一股傲气 不愿接受自己成为阶下囚的身份 两天都没吃过东西 可如今想到女儿 她心情比较好 便想要喝上两口 朝门外大声喊道 有人没有 拿些酒来 外头无人应答 明明应该有内侍和雨林军一同看守来着 怎么都不出声呢 她有些诧异 又开口问了一遍 喂 有没有人在 皇帝不会这么消气 连口酒都不给老夫喝吧 话音刚落 只听一阵脚步声响起 有人一边朝牢房走来 一边笑道 来了来了 三公要喝酒 谁敢不给 雨霸便能听到一阵液体晃动的声响 桑微面色一沉 冷笑了声 是你 她起身欲动 奈何对方的动作实在太快 快这个字意味着什么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纵使她天生神力 也压根来不及应对 唉 最后 将军一声不甘的长叹 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半生 感到自己的结局 实在是有些憋屈 夜 继续沉着 像一滩厚重浓稠 划不开的末 第二天一早 换班的雨林军进牢房来查看后 惊恶的快步跑到大殿上 禀报了大司马桑微 昨夜死在了天牢里的消息 一时间关于她的死因 朝堂上众说纷纭 以宋太父和御史中城卓文远为代表的有罪派认为 大司马是为了逃避急刑 自杀谢罪 证据就是现场没有任何人出入的痕迹 致死的凶器也落在遗体的旁边 燕相则不认同这一说法 履着长须琢磨道 可是 雄器是一把匕首 大司马当初进天牢前 应该已经被搜过身 又是如何代入的呢 人家好歹是大司马 自有办法 宋太父冷言朴叹 气势倒是到位 可这个解释多少有些无力 以严太师和给侍皇门侍郎 严严为首的无罪派则认为 大司马此次和先前的严严丧齐一样 都是被陷害的 陷害他的人担心这次又会被丧家反击 才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取人性命